大家好,歡迎收聽網行編輯部的節目 今節又繼續跟大家講講關於美國的話題 剛剛過去的星期五,又再有一名高官 他的名字叫Chris Ray 而他目前所擔任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一位專門查案辦案的聯邦調查局局長 在過去的星期五,在大學的一場演講 就嚴厲地批評了TikTok這家公司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點讚、訂閱和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網上編輯部、正香波和曬冷氣 就是對我們團隊最大的支持 在上個星期五,這位FBI局長 Christopher Ray 他們就在密歇根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裡的一場演講 就向與會者特別地談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政府會利用一些軟件 當中,例如TikTok這種平台 他們是會利用TikTok這種軟件 和他們的平台來掌握美國人平時喜歡看的東西 而中國政府是與美國有著價值觀完全不一致的態度 而且由一個與價值觀不一致的政府掌握到美國人平時所做的事 而且當中這些數據都會有可能被中國政府所收集 而且中國政府他們與美國的最佳利益是完全不一致的 這一點就直接引起到他們FBI的關注了 另外他也說到FBI就很擔心中國政府有能力控制 並且利用TikTok這個軟件裡面的演算法 並且能夠操縱上面的內容 如果他們想的話 那就更加可能反覆地利用這種操作來影響美國的社會 並且他也斷言中國會利用這些平台來收集一般美國人的數據 而這些數據也可能會被利用於傳統的間諜活動 這位叫做Christopher Ray 他一向都是反華急先鋒來的 從特朗普時代他就不停地提反華反中這種態度 經常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 不過他在特朗普時期 據說Christopher Ray就不太支持特朗普 因為在特朗普在任的晚期下 FBI就對他展開稅務調查 而特朗普也試圖把Christopher Ray罷免 取而代之就是他一位熟悉的老友 不過最終都不能夠成事 還有在過往來說 FBI針對中國所做的事最為人熟知的就是 對華為的孟晚舟小姐作出起訴 而在華為的案件裏面 整個過程FBI也都經常提出一些指示而非的說法 例如FBI曾經有官員直指華為的設備 是有可能控制到美國的核設施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FBI他們做事的時候也都很懂得利用傳媒 來製造輿論優勢 目的都是希望能夠令到觀眾 持續地認同FBI的工作 不過搞了很多年去到今時今日了 美國最終都要撤銷對華為的孟晚舟起訴 而案件也都徹底完結了 當然FBI就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手 現在也都把矛頭指向TikTok TikTok這間公司 我自己就真的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並不代表他應該受到這些不公平的對待 我不喜歡TikTok這間公司的原因 主要都是因為它上面那些視頻內容 有時真的不是那麼健康 只不過由於TikTok在西方社會 都算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社交媒體 而且也都直接影響到美國的社交媒體上面的利潤 還有很多很多的年青人也都非常之喜歡用TikTok 而且TikTok這個平台就大約在2017年就開始在美國流行 很快就很多小朋友甚至乎年青人都很沉迷看TikTok 而TikTok上面的短視頻一般來說 所有的短視頻都不會超過一分鐘的 你看完一個話題又可以納姐去看另一個話題 不停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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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完一樣 是很容易令人上癮的 但是美國本身實在不容許出來 出現中國企業有機會超越他們的情況 因為這樣很快就成為美國政府的關注之一 在特朗普時期曾經威脅過要禁用TikTok 因為他們就擔心TikTok的母公司 即是字節跳動 就很可能與中國政府 甚至乎與中國的軍方有聯繫 以及有可能會侵犯兒童的私隱 這些指責全部都只是涉嫌或者有可能 涉嫌又或者有可能 又有沒有一些實質的證據來支持呢? 實際上他們是沒有的 但是是美國的政界 你為了要政治正確的話 你是用TikTok來說事 基本上是最安全的 因為TikTok不是一間美國公司 是一間中國公司 由中國人所控股的 至於字節跳動 是否與中國政府甚至乎軍方有聯繫呢? 這就是完全毫無證據可言 但是美國政府這樣說 在社會上的確達至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最終在特朗普政府的時期 就施加壓力向字節跳動 要求字節跳動要將TikTok這個平台賣給美國的一家公司 要一張一個正在生金蛋的軟件出售 對字節跳動來說 老實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美國就口口聲聲 就說你這個平台 是會對美國構成安全的威脅 那好了 如果這個平台是會構成安全威脅 你賣了給美國公司的話 是否仍然會對美國社會構成安全威脅呢? 按道理就是 不過如果有美國人來控股的話 那就安全了 這個究竟是什麼邏輯呢? 其實說到底都是一種霸權主義而已 而目前美國據說有些官員正正一項有可能達成的協議進行談判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解決美國的安全疑慮 以據Christopher Ray也都這樣說道 這項協議如果能夠跟TikTok達成的話就完全安全了 不過能不能夠達成一致的協議就說不完 而根據美國的海外投資委員會 目前正正就是在想一條提案的 就是允許TikTok這間中國的母公司 就是自節跳動的所有權 以及給他們一個空間可以繼續在美國做生意的 條件就是要將所有涉及美國用戶的數據 都要放在甲骨文這間公司 即是Oracle這間公司 要雲端數據輔導 並且需要定期審查TikTok的演算法 以及內容審查模型 藉此確保TikTok內容不會受到中國官方的控制 這個要求我覺得是非常之過分的 其他平台會不會需要定期受到美國政府的審查呢? 如果這項協議達成的話 以後TikTok裡面的演算法 甚至乎裡面的內容都需要定期作出審查 演算法一般來說是會不定時地更新的 意思就是說你每次更新 是不是都需要通知美國政府呢? 告訴他們我們的演算法更新了 麻煩你來檢查一下 好了 檢查的時候要檢查多久? 是不是檢查完才可以更新呢? 現在信息萬變的社會很多東西都要持續更新 而且要夠快才可以的 但是如果每次都要有 美國政府檢查過才可以給你更新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上就是用另一種方法 來打壓TikTok這家公司 打壓TikTok這個平台 令到它更新速度變得越來越慢 而逐漸地 這個平台就會在美國失去優勢 慢慢慢慢它的市場就會萎縮 而最終會淘汰出美國的市場 所以我認為 美國的要求是非常之過分的 根本就是按住你來砌 情況就好像上台進行一場拳賽一樣 你就綁住對手 人家就不用 綁住對手來打拳是不是實輸? 而TikTok的發言人 Broke Orbiveta 就有記者問到他 關於這位FBI局長所說過的東西 他就透過一份電子郵件的聲明 向媒體回應 他就這樣說 正如FBI局長所說 FBI的意見 跟美國政府正在進行的談判那一部分 亦都是跟他們一致的 雖然我們不能夠就一些機密的討論細節 發表評論的 但是我們相信 我們是正正的走去一條能夠滿足美國所有合理的國家安全所關切的道路上 而且已經實施解決方案方面 取得一定的進展了 他這樣說的意思就是 TikTok已經做了不少美國政府所要求的事情 當中就例如 將美國用戶的數據資料 就存放在Oracle的雲端上 如果連美國的數據能夠放在美國公司 他們都感到非常擔心的話 其實就是橫行的 不過美國政府亦都是得勢不搖人 TikTok跪過一次 就自至而然需要跪第二次、第三次 而現在 將數據放在美國的數據庫都不夠 還要將演算法 和內容審查機制 都要定時地向美國政府提交 那你倒不如 將整間公司賣給美國吧 搞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到最後如果要這麼多條件滿足美國政府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有效地繼續在美國營運 而現在 美國的高官也都繼續在輿論上製造聲勢 將矛頭指向TikTok 繼續說TikTok是會被中國政府所利用 你們無根無據的指控 對一家私營的企業來說 你基本上是無權發言的 你又不能夠控告美國政府誹謗的 就算你脫光柱告訴別人 中國政府是不會控制到 甚至乎是不會利用到TikTok這個平台的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 而在九月的時候 參議院就舉行過一場聽證會 而TikTok的CEO Visat Peppers 就在聽證會上回答了兩黨成員的提問 當中他是這樣說的 一眼共事保護所有美國用戶的數據 中國政府的官員是無法訪問這數據的 並且也斷言 TikTok是永遠不會分享數據給中國政府的 在較早前也有記者 去到中國外交部問關於TikTok的問題的 而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毛寧就這樣說的 美國高官散布虛假訊息 借此打壓中方有關企業 這些是美國慣常的做法 中方堅決反對 希望美方採取負責任方式 切實遵守尊重遵守公平開放和非歧視的國際規則 這個一向都是中國官方的立場 但是又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幫助到 TikTok背後的中國公司字節跳動呢? 還有會令到美國施壓減弱呢? 這個就不會的 只不過是一個簡短的聲明 所以TikTok能不能夠保得住呢? 這個就好看 字節跳動怎樣跟美國政府咬手瓜 但是字節跳動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向美國跪過的了 例如就是將美國用戶的數據 擠在美國的伺服器裡面 另外也都將TikTok和抖音切割了出來 意思就是說 抖音和TikTok已經成為兩個不同的 亦都互不相干的平台 以前就不是的 但是後來就因為美國政府的施壓 才需要將抖音和TikTok切割開 但是也不夠 主要的原因就是 TikTok控股公司是一家中國公司 美國政府多次要求字節跳動 出售美國的業務 但是又怎可能肯出售才行 一家賺錢的平台 你要人家賣掉它? 這種打壓 我認為實在太霸道了 不過 美國對TikTok的打壓是不會就這樣停止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是會繼續打壓TikTok 而且那個力度是會增加的 從中也都可以感受得到 中國的企業在美國做生意 也都越來越艱難 艱難的原因不是因為 美國經濟 原因是有這樣的政治需要 這種不公平的做法 真的跟無難的